高负荷的脸书内容审核源 每小时15美元 每天400条 2009年 脸书刚刚开始设立审核源制度时 他们动作主要是屏蔽聚会上的裸账 2016年大显之后 面对舆论对其政治操控的指责 公司的审核源数量激增三倍 很多人一直以为 是人工智能在帮助脸书删除所谓不良信息 他们需要迅速看完数量惊人的内容 脸书对他们的期望值是每天400条 这意味着 他们用于决定一个视频或帖子 存在与否的时间只有40秒